就我最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说法全部都是 谢谢 我真的追了 就连我自己都会脱口而出 家人的我真的会泻 但如果当你温柔的时候讲话 宝贝你吃饭了吗 我靠你这也太温柔了 怎么样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三个 能够让你说话变得越来越温柔的小味觉 快点收藏自己通通练起来 第一点呢就是说话之前一定要先打开我们的口腔 这个是我自己之前波音老师教我的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 G唇还有脸唇的练习这样 G ready 还有一个顶舌练习也是可以的 用你的舌头去顶这个脸颊的两侧 去供它 我们呢可以在说话之前练个一两组 那如果你们看我说话不长嘴的话就是 快点点点关注我 快点点点关注我 就是语速很快而且很模糊 就你听起来也会很难受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写的特别没精神 但如果我的嘴巴活动开了之后 快点点赞关注我吧 这会显得更加的清晰有力 第二点呢 作为一个在从经历生活的人 我不允许你们像传进的那样 就是你的音调过高或是靠前 都会显得你这个人特别的炸乎 学着去控制我们说话的这个音量和力度 比如说 你好我要两碗小面 和你好我要两碗小面 这两种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一对比的话 后面这种更加的有教养 如果前面两个呢 你已经熟练掌握了 最后这个无论是谁都会瞬间喜欢上你 说话的时候呢 我们的嘴角可以稍微的向上爱 带一点笑意 比如说 谢谢你和谢谢你 第一种就是你压根不是真心谢我 第二种的话就是心都要化了 谁都想跟你聊天的那种 好了 家人们快点练起来吧 如果教会有的真的还笑哟 如果教会有的真的还笑哟